十万大山之中走出顶级猎犬 一只外观普通的土狗 最高峰时期竟然高达几万元一只 由于常年在大山之中和各种猛兽搏斗 造就了它顽强的性格 广西土猎犬 适合团队合作 只要有六只以上的师父狗 就不需要猎人帮助的情况之下 可以捕捉中型野猪 非常善于在丛林中长时间的追捕野兽 此犬种性格强势 是一种闻名于全国的猎犬 猎人更喜欢将广西土猎犬搭配比特犬 后代猎性斗性会更加强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线 只要精心筛选定向反育 会出一种优秀的新犬种 其实95%以上的纯种犬 历史都不超过200年 走的路线都一样 都是先混血 而后定向反育 制定犬种标准 一个新的品种狗 就会由此而诞生 广西土猎犬 体重40斤左右 最高光的时刻是前几年 一只酒精战场的师父狗 可以卖到数万元一只 好的师父狗 那更是抢手扩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由于最近两年不让打猎了 价格呈断崖式的下跌 我认识很多玩猎犬的朋友 也纷纷出售了手中的狗 有很多曾经身经百战的猎犬 更是直接被卖进了饭店 最终成为一道下酒菜 真是让人伤心不已 应了那句老话 小兔使走狗喷 猎犬失去了它的作用 最终也只能走向饭店 我是狗鱼泽老汤 每天带你进入猛犬的世界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